自古以來,物以可為貴,在純種馬世界中,核食馬、沙食馬都是稀有品種。 白色馬更加絕無僅有,日本白毛馬女索德斯紅得更快,相信與這個原因有很大的關係。 索德斯先後贏過兩場一級賽,包括今年癡馬三貫手關的櫻花賞,已經成為全日本的象徵, 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。 至於灰色馬雖未至於太稀少,但都屬於少數民族。 在信息萬變的香港馬壇裏,灰馬數量一向不多,若然陣相表現出色,就會被稱為灰色神獸,又或者灰獸。 自本地賽馬積業化以來,最高成就兼最出名的灰獸是非一代傳奇馬王綠兒莫屬。 至於近代的灰獸,有 加州萬里,平湖之星,日日精彩,黃蝦王等等。 現役較多人認識的灰馬就有,蟬勝寶區,精神威,銀子,翡翠綠等等。 回顧香港國際賽的歷史,灰馬至今贏過8次,當中僅是以加州萬里最出眾,先後兩道捧走香港杯為香港馬壇爭光。 杯式侵略在1989年揚威香港邀請杯,路程是填槽1,800米,這匹是來自新西蘭的千馬,當時是72倍的大南門,結果以馬鏡之味加壓另一隻新西蘭千馬,韋道,成為首匹贏出香港國際賽的千馬。 最終是相當強勁,最後一百米的時候,幾乎飛翅沈流是第一,然後位置追得相當厲害,然後有些,是魚巴列車,第三。 法國代表一向在香港平有出色的表現,加比奧在2002年由名將查爾里察騎,各族2,400米香港平,擊敗同樣來自法國的千馬,雅加利,貴君就是由無私以察騎的神鷹飛翔。 法國代表,加比奧,而另一匹就是我們香港的代表,計得精彩,這匹馬當年是金毛絲王,更能跨下, 加比奧現在仍然領先,加比奧現在仍然領先,加比奧追下去追不到,加比奧跑第一,跑第二名,加比奧跑第三名,就是神鷹飛翔。 在2002年尾,有兩匹灰色神獸同樣攻下國際賽,其中一匹就是法國代表,加比奧,而另一匹就是我們香港的代表,計得精彩, 這匹馬當年是金毛絲王,更能跨下,令壓榮盡補替,威武神駒等多匹名駒,爆出65倍的大難緣, 亦都成為主隊首匹贏出國際賽的灰馬。 計得精彩,拍出一齊,還有石磨藍那些馬,計得精彩,鬥著聖威王,後面駿河一聲上來,計得精彩,現在壓住聖威王, 後面燒一燒上來,還有駿河,後面還有石磨藍,紅藍,招的馬,計得精彩,現在要領先一點, 聖威王追來追追不到,計得精彩,跑第一,跑第二,聖威王跑第三名的駿河。 的長途實力紅厚,當然不少得加州萬里,這匹馬由當時馬壇神和蔡明蕭執姜, 跑贏當時得令的雄心威龍,亦都令21歲的蔡明蕭,成為國際賽首位奪顧馬將。 在創止得1000磅的加州萬里,可以創造歷史,打搭連贏兩屆香港盃,還贏到蘇明倫的助騎,組法無得跑。 日本代表近年精港表現突出,曾在2015年國際賽起碼, 包括熱榮將之光光是香港盃,這匹新灰色的賽區當時是紅馬身份, 結果在名將無風跨下,採取大途戰術一放到底, 同領一東營代表新紀錄包辦過千元的懶Q。 紀錄越飛越近,榮盡之光贏香港盃, 第二名新紀錄,第三名將男第四名是威爾頓。 日本灰獸勝出光彩,先在19年4月尾爆眼攻下呂王盃, 然後在同年12月再戰香港,割續2000米一級賽的香港盃, 結果在重江靜海跨下,力闖莫雅作劇《無師將》, 累積當時再講微服敵手。 香港在入面上街還有無師將, 接近終點日本代表再執一圈, 就是這隻勝出光彩, 在埋面追上來。 去年攻下香港盃的破素無華, 是最新一匹贏國際賽的日本灰馬, 這匹馬本來由蘇銘良執姜, 但排位後改配為潘頓, 結果潘頓都不負所託,順利奪標, 亦都令他成為首位可以在國際賽, 每項至少贏過兩次的騎士。 最後一百米, 外面朴素無華, 一湧就已經上來, 好有機會贏出這場浪琴錶, 香港盃, 跑第二名, 沿上沿下, 有這隻勝出光彩和變魔術相當接近。 OK!!